台北市房价居高不下 民众常常是一户难求 有脑筋转得快的建商 就选在土地相对便宜的新北市 推出了大规模造证计划 来 最大姐这边请 台北居大不易 民众看房东挑西减 价钱更要斤斤计较 不过在台北热门蛋黄区外 一场房屋战正悄悄开打 看物民众一个接一个上门 接待中心里头销售员 更同时接待多组客人 有建商向重新庄的空地 打着新版特区 只要九分钟的快速 生活机能展开造证计划 最主要还是以第一个 交通便利性 再加上未来的一个重大发展 还有我是一个从外区的概念 它算是一个比较低总价 它是一个人能买得起的概念 因为以现在的新庄幅度薪 大概行情是五十五四六 我说六十万好了 那我大约会是它的一半左右 退出台北市高密度高价位的 一级战场建商纷纷退至 淡白区的新北市大局造证 通常会选在离市中心较远的地区 一来是土地区的价格比较低 可以大量推案 加上建筑风格一致 容易压低成本 因此每瓶单价也低 像是林口三峡新装机淡水等地 都有建商进驻 每瓶价格不超过四字头 置产族退休族 及自由工作者是主要客源 不过看上价格诱因 还多吸引了新婚族群 看上造证住宅的高CP值 部分民众宁愿舍尽求远 也创造出业者的造证商机 有点TV五家叶佳华新北市报道